嗨 妳的 來 請坐 玩起衣袖 製作台灣古早味小吃 香噴噴的麵線糊 配上古早味油飯 香氣十足 讓韜客食指大動 但可別看老闆熱愛 做美食的樣子 他的身分可不只是 小吃店的大廚 這我做車30年前做的 網店裡的牆面看去 掛滿了精美的紙雕 配合當地傳統廟宇 氣息主廚 超可愛的寶貝 這些通通都來自 老闆的雙手 常駐雲林北港的葉先生 除了紙雕藝術家 跟小吃店老闆外 還有一項特別的身分 就是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他專門研究北港歷史文物 推廣紙雕藝術外 更用筆刀刻下北港的歲月 希望透過古早味美食 配上紙雕創作 讓大家更了解在地的人文風情 及深厚的文化底蘊 另外在彰化 也有來自緬甸的華僑三姐妹 本身的職業 是國外的化妝品投資商 卻斜槓做起吃的來 穿上傳統服飾 用力搓揉滾和香料跟生肉 比起真正的大廚也毫不遜色 到年節的時候 我們特別想吃我們家鄉的味道 口味超特別 是泰式風味的香腸 而他們除了製作冷凍食品外 也有經營餐廳 把正宗的泰式緬甸口味 帶進台灣來 這三姐妹大學時期 從緬甸飛來台灣求學 就讀的是氣館等科系 畢業後開始投資賺錢 卻因為想念家鄉味 開啟泰式餐廳 多了一份收入外 也能用美食 懷念自己的家鄉 TVVN新聞 蔡總領 陳軍東 廖帆一 張華雲林 採訪報導 出發